我来自以色列 我从台北 台湾台北市来的 我来自比利区 我是伊朗人 不过我生活在迪拜 我们来到这里 就是让全世界都知道 法轮大法好 那时候小孩子还小吗 那有妈妈手 然后从手痛到腰 然后那时候也是 不断地看中医 推拿 针灸 就是死好死坏 可是上九天班的过程当中 第五天就完全就是 很自然地就是 就像做不一而非料理 按照这三个原则去做 真 善 忍 很难 特别是在当今 这个到处互乱不堪的世界 但是这些原则会让你升华 变得与众不同 这是达到内心平静的一种方式 我觉得这就是大家一直在寻找的 在这次的游行中 我想我们能接触很多的人 告诉他们这场迫害 以及什么是法轮功 同时也表明全世界有这么多的人 修炼法轮大法 所以我们能听听到 什么与众人们散开 都在许多元 很начbre 在读多元 因为主要的华 都在这次面 都在许多元 也要有很多的角色 所以我们也看见 他们在许多元 当中有场属于 都在一场向 有户 到底是 我们在买户 有户 在丛利 有户 我们进手 沿着42街 法郎公学员的游行队伍横穿了整个曼哈顿岛 游行结束之后 我们来到了繁华喧闹的时代广场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出生于希腊 后来移民瑞典的企业家 Vassilius Zuponidis 从1998年开始 他的生活和事业就与法轮功息息相关 我还是个孩子时 还不到13岁就非常喜欢武术 当时我以为每个中国人都会武术 所以我来到一个当地的中餐馆 当时我住在瑞典的一个小镇 我走过去找到一些中国人 我想请他们教我武术 那你找到了吗 我看到一个中国厨师 他正在餐馆外面抽烟 我走过去对他说 你能教我功夫吗 他说 好啊 他真的答应啊 是的 他把香烟扔了 拉开架势 说你就这样 像这样踢 怎么踢 能做做看吗 就这样向前踢 我说 好吧 就这样 我回家就开始练 90年代 法轮功开始在瑞典传播 吸引了很多热爱东方文化的瑞典人 98年的时候 Vassilius在互联网上 发现了法轮功的书籍 从此开始了他的修炼之路 我开始练功不到一个月 我的过敏症就好了 而且我的背痛和其他一些毛病 比如胃痛等等 也都好了 所以当然 我想 哇 这个功法可真棒 随着我继续练功 我的人也变了 变得很安静 并且不像过去那样 总是压力过大 我的太太也看到了这些变化 所以这对我帮助真的很大 那么在镇压开始之前 你修炼了一年 1999年的时候 你在做什么呢 当时我正在希腊的军队里服役 我可以上网 所以看到在中国 法轮功被江泽民镇压了 我想这太离谱了 我知道法轮功有多好 因为我有亲身感受 所以很快我就告诉我的战友们 关于法轮功的事 告诉他们法轮功被迫害的消息 我和我的太太开始讨论 我们怎样才能让更多人知道 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在希腊服完兵役之后 Vasilios回到瑞典 在一家电信公司工作 并在业余时间 利用互联网向中国民众发送有关法轮功真实消息的电子邮件 揭露中共当局为煽动仇恨而制造的各种谎言 不过中共的网络封锁 使得邮件的发送非常困难 一天他在上班时萌生了一个想法 如果拥有一家自己的电信公司 不就可以用大量的电话线路 来突破中共的信息封锁吗 因为这一年他创建了自己的公司 每天营业时间过后 公司的15条电话线路 就被全部用来向中国发送传真 传递法轮功的真实消息 我们想真实信息的自由畅通是必须的 对吧 要制止在中国发生的暴行 我们认为最好的方法 就是告诉中国民众迫害的真相是什么 我记得在我的公司休假的期间 我让所有的传真机 24小时不停地发传真 8月的时候 我们的一个接线员打电话给我 说我们的公司的路由器被黑了 我说怎么了 他说7月份你们给中国打了15万2000通电话 其实那就是我们发往中国的真相传真 2011年 由于生意的成功 Vacilius获得了瑞典国王的褒奖 每年只有一位有移民背景的瑞典企业家会被选出 赢得这样的殊荣 很有意思 当时他们告诉我 我获得这个奖的部分原因 是因为我在人权方面的努力 所以我感到非常荣幸 所以是两方面的因素 包括你生意的成功 是的 还有我在人权方面的努力 就是颁诺贝尔奖的那个国王给你颁的奖 是吧 是 是的 真不简单 是瑞典国王 对了 你知道有一句中国老话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对吗 所以我觉得获得这个奖 是因为我做了好事 因此有好报吧 我觉得在所有的文化中都有这个说法 包括瑞典文化